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在4月28日凌晨进行的 2023-2024赛季一甲女排联赛总决赛第四场的比拼中 朱婷代表的斯坎迪奇女排1比3不敌对手 最终以四场比赛总比分1比3不敌科内利亚诺无援冠军 斯坎迪女排获得亚军的同时也成就对手联赛六连冠 朱婷一甲联赛任务已经结束或提前回国 朱婷在2022年7月官宣加盟一甲豪门斯坎迪奇女排 同年11月身批4号战袍代表球队出战比赛 也是朱婷在东京奥运会之后时隔400多天再次回到赛场 朱婷代表斯坎迪奇女排征战2022-2023赛季联赛 和姚迪等队友帮助球队拿到欧联杯冠军 一甲季军和下赛季欧冠比赛资格 鉴于朱婷具备优秀的技术实力 斯坎迪奇女排斥重金和朱婷续约一年 同时球队引进了塞尔维亚顶级二船奥格年诺维奇 巴西国手副公卡罗尔 比利时主攻重炮贺博茨等一批球星加盟 斯坎迪奇女排的目标依旧是冲击冠军 不过由于一甲联赛一直被豪门克内利亚诺统治 米兰 诺瓦拉等俱乐部也是争冠的对手 因此斯坎迪奇女排冲击冠军具备相当大的难度 在2023至2024赛季的意大利杯赛和欧冠比赛中 斯坎迪奇女排都没能走到最后 冲冠希望只能放在一甲联赛 好在朱婷等队员在半决赛发挥出色 强势淘汰了埃格努领衔的米兰女排晋级决赛 斯坎迪奇女排迎来和一甲联赛五连冠霸主 科内利亚诺的正面较量 4月18日进行第一场总决赛 斯坎迪奇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2的比分 击败科内利亚诺赢得开门红 朱婷拿到16分 4月21双方进行次回合较量 这场比赛再次打满五局 斯坎迪奇女排在处于领先优势下 被对手3比2逆转 朱婷本场比赛拿到12分 双方大比分占成1比1平 由于总决赛采取五场三胜制 因此第三场比赛显得尤为重要 来到4月25日 斯坎迪奇女排和科内利亚诺再次交手 这场比赛斯坎迪奇女排发挥可圈可点 但是对手接应哈克太强势 一人独得41分冠全场 并助力科内利亚诺女排3比1击败斯坎迪奇女排 科内利亚诺大比分2比1领先斯坎迪奇女排 只要再赢一场就能夺冠 斯坎迪奇女排没有退路 必须在4月28日的比赛放手一搏 斯坎迪奇女排主帅巴伯里尼 继续派出最强阵容出战 斯坎迪奇在优势局面下 与次局两度严重卡伦 被科内利亚诺重夺主动权 最终以1比3告负 在5场3胜制的系列赛中1比3落败 冲冠未果 朱婷代表斯坎迪奇女排征战两个赛季 只拿到过一个低级别赛是欧联杯冠军 这次比赛是距离一甲冠军最近的一次 没能站上最高领奖台 非常遗憾 不过朱婷下赛季将加盟科内利亚诺女排 一定能够实现一甲冠军梦 朱婷结束一甲比赛任务之后将会启程回国 按照中国女排主帅蔡斌的说法 朱婷会先处理一些个人的事情 赶不上中国女排试联赛巴西战比赛 预计会在澳门战和队伍会合 届时朱婷可能会重批中国女排2号战袍 出现在赛场上 一起期待吧 距离巴黎奥运会还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对于中国女排巴黎阵容而言 谁是最幸运球员 入选12人奥运大名单呢 恐怕非正义新莫属 这位来自福建女排的29岁老将 有望首次征战奥运赛场 2024女排集训替补接应 仅正义新艺人 王毅竹难成威胁 张长宁仍打主攻 中国女排在宣布2024年集训名单时 龚翔宇的替补球员只有正义新艺人 被球迷广泛看好的周叶彤 王英迪等人都没有入选 段孟可也不参加集训 入选集训球员中 王毅竹也能打接应 可是他对于正义新构不成威胁 第一 王毅竹的下三路 不被蔡斌信任 王毅竹本身不是强力接应 如果他有挨格努催城拔寨般的强攻能力 他可以不接一船 就算是主力接应攻详宇 也要承担至少三轮一船 王毅竹在天津女排 都是靠李盈盈主接一船来保障他 在国家队他的下三路技术 很难过蔡斌这一关 从最近女排集训画面来看 吴梦杰是被蔡斌重点关照的 王毅竹不要说去巴黎 在国家队集训恐怕他都是陪练角色 第二 王毅竹脚下远没有正义新快 天津女排现在有李盈盈 瓦尔加斯这种强力球员 整个拉开速度没有国家队那么快 正义新之所以能够被蔡斌选中 就是凋零与二号位拉开速度 他能跟得上 况且正义新即便是没有多少上场机会 他在国家队集训打接应 也跟队友磨合两年多时间了 张长宁也可以打接应 不过对于他的定位应该还是主攻 中国女排巴黎奥运主攻线的配置应该是 朱婷 李盈盈 张长宁 吴梦杰或王云露 一旦朱婷或李盈盈出现一船起伏 张长宁应该是扮演替补主攻角色 因此 接应位置替补仍是正义新艺人 正义新得益于蔡斌光速体系 外加备战时间太短 中国女排接应仍是薄弱位置 在蔡斌打造的光速排球里 有王云苑 李盈盈两个点的牵涉 正义新在二号位凭借拉开速度 确实有了下球得分机会 与其他球员相比 正义新适应二传能力强 也能够接一船 防守也还不不错 巴黎奥运周期 备战时间仅有三年 王云迪 周叶彤这些小将 他们在这短的时间里 一船 防守等保障技术 很难有大突破 在比赛经验上 也不如正义新 另外 正义新可以打接应 复攻两个位置 周叶彤 王云迪能打复攻吗 正义新的性价比也堪比张长宁了 此外 根据国际排联的消息 本次女排国家联赛 中国女排将身加巴西战 澳门战和香港战的比赛 所以 对于我们来说 只需要克服第一战的时差 其余两战就是我们的主场 观赛和比赛的时间都非常的友好 而这两战也将决定 中国女排是否能够踏上 巴黎奥运会的顺风车 其实早在2023年的时候 香港战就承办了 女排国家联赛的分战赛 所以 举办经验相当的丰富 这也是国际排联比较青睐的比赛地 在4月27日 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参与 香港战的门票价格确定 本次香港战的票价 一共分为四个档次 分别为200港元 470港元 820港元 1400港元 相对于2023年 还是有一点小涨幅 2023年 同样是四个档次 分别为180港元 430港元 750港元 和1280港元 虽然第四档的门票只要200 不过那都是后排的票 距离赛场很远 观赛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本场比赛的门票将在4月30日的早上10点开始售票 可以预见的是 比赛的门票一定会在第一时间一售而空 毕竟中国女排的影响力很大 中国女排在香港也有很高的人气 希望在这里我们能够拿到奥运会的门票 目前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不管是亚洲排名还是世界排名 我们都可以拿到奥运会的资格 前提是我们能够维持住现在的排名 要想维持排名 我们不仅要赢球 而且要赢比我们实力强的球队 同时要避免输给实力不如我们的球队 这样或许排名还能够得到提升 那样我们的排名也会更加的稳当 按照主教练蔡斌的要求 朱婷会在澳门站的时候回归 所以香港站我们有望看到他上场 让我们拭目以待